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在网上买所谓的爱手全新的机器 那我说到这里很多人说 你这不是矛盾吗 又是爱手又是全新 爱手消反在现实当中 就有很多人买这种爱手全新的机器 那我今天慢慢的娓娓道来听我讲清楚 首先这些机器一般大家在买新机的时候 感觉新机太高了 然后没有必要 它就会所谓买爱手全新的机器 这个爱手全新 它是他个人认为的爱手全新 比如说你发现没有 在一些某平台里面说 你激活 然后我也使用送电零次的外观全新的 这种机器就是所谓的爱手为全新的机器 你们仔细去看一下 这种机器销量都是过万 至少也有过千的 有很多人有一个假想 这些机器为什么在平台一收 它会直接来到我的眼里面 很简单 平台推荐的机制是什么 销量高 然后价格低 你就打着爱手紧急活动机器 价格那么低 那它的排名是不是靠前的 正儿八经做声音的爱手机器 你如果在上面去卖的话 你怎么能拼得过这种爱手为全新的机器 我示范你们一下 其实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之所以你要被骗被坑 其实稍微懂多人他都不会相信这种机器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 像苹果十二十三 这么来讲 他们爱手为全新的可能是在两千三左右 然后十三爱手为全新的可能是在三千出头 对不对 那我们去华江北去拿货的一个情况下 一个十二也差不多到了两千 一千八九百块钱 除除它翻新的换屏换口换电池 你们想一下成本要多高了 那很多人问我那两千三四还可以 它上面写着国航的 就算它是个翻新的机器 我用着没有毛病 它最多就是换了个壳 仅此而已 照相屏幕我也可以使用 区别不大 那你仔细想了没有 它所谓的是真正的国航 仅仅的是给你换了一个壳吗 非也要 再听我慢慢的讲来 华江北那边市场 我经常也会去 那些所谓的爱手全新的机器 你知道是什么一个情况吗 很多人是拿苹果X2改的 很可恶的 稍微有良心的翻新商家 他会拿这些麦克主板 他会在华江北拿批量的大花鸡 我来跟你讲清楚吧 大花鸡你知道是什么吗 它当国航全新的卖的翻新好 十二它是可以改双卡的 是不是 序列号是可以改成国航的序列号 MEM 说到这个核心的问题 在这里我不知道能不能得罪同行的 真的我怕被骂 我怕被抵制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有没有留念 他会把这些序列号改了 相信前段时间有懂的人都会懂 把壳子一换 换成国航的 然后呢 双卡是可以很容易换的 像这种美版的 他们一整套下来的成本 花鸡品是在1012 对不对 他把这个原装的屏幕 报盖版的屏幕 换成国产的屏幕 他又可以赚个五六百块钱 然后再把可换一套成本是150 12加150 再换一个屏幕 其实他的成本不到1000块钱 他在平台上面卖 那你234 你感觉你是赚了 除不知人家赚了你1000多块钱 像这种暴力的黑心商家 在华江北比比皆是没办法 平台管控不严格 你们想一下呀 他这种机器 销量上来了 刷一下单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邮寄队一样的 赚了上4个月 店可能不存在了 你找他也没有办法 他已经赚了几百万了 说的没有错吧 就算你把这个店疯了 他还找一个身份证来认证 再在上面开一个店 咋的啦 排名又可以往上排 这个利益链 大家如果真的想做黑心商家 其实在华江北 这种商家比比皆是 我再跟你讲清楚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去某多多 某宝 甚至还有某阴 你去看一下 10爱或者13 这么一收 很多说紧急壶的 充电几次的外观 全新紧急壶 这种地链哪里有所谓的全新机 不要给我抬杠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问问其他华江北的 数码博主 你说现在目前12回收一台 艾水的价格是多少 或者13的价格是多少 我说的真的是实实在的的话 你要买艾水的 千万不要买这种 所谓的艾水伪全新的机器 你买不起啊 因为啊 你买的就是一个坑啊 最后得不到保证 收入得不到保证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种 所谓的艾水伪全新 外观看起来是个新的 其实内战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就是一个卖手机的 这句话我说给大家听 如果大家理解我说的话 顺便帮我点个赞 你的生活很灿烂 谢谢大家